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迎在健康 这一期的迎在健康 我们请来我们国家和医学专业的青年专家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和医学科的副主任 谢鹏博士 谢博士你好 你好 谢博士 我这儿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 因为广大的大众一听到和医学科首先怕辐射 点131治疗会不会有放射性 点131不管是治疗甲抗 还是说进行一些检查在临床上 其实所有的只要是利用放射性核素的 它都肯定会是有辐射的 不能说没有辐射 如果说和医学利用放射性核素了 没有辐射 那一定是在说瞎话 但是想跟大家说的是 利用的放射性核素的剂量非常非常的小 我们人生活在自然界里边 其实无时无刻都在接受着一些天然的一些照射 比如说来自于咱们地壳的一些辐射 比如说来自空气中的一些辐射 比如说咱们坐一次飞机来接受的辐射 而且它的剂量非常非常的小 不会治病 对 不会治病 大家不用去担心 不会导致疾病 不是治疗疾病 对 不会导致一些相关的疾病 所以使用的剂量非常的小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这个方法去治疗或者去检查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迎在健康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盈大夫